关于日本能登半岛昨天下午的强震 市紧急撤离九万七千人 不过幸好海啸警报解除了 不过当地的灾情很惨重 像是石川县医疗机构断水断电 而轮倒是两百栋的房屋受损 石川县卡拉OK包厢尖叫连连 民众新年欢畅 不料遇到地牛翻身 包厢桌面距离晃动 饮料全部翻洒 显见地震威力有多强 电视荧幕左右摇晃 这是日本媒体在富山县办公室 拍到的强震瞬间 不止前方好几台电视机 一一倒下桌上电脑荧幕 也跟着翻倒 炒面相当惊走 除了电视台感受恐怖晃动 在石川县地铁站 越台民众直击强震来袭 当时不止平等车厢 发出可怕的噪音 头顶看板也左右摇摆 部分地铁甚至被震到大落水 天花板宛如破大洞 不断有水流从上方哗啦啦 打下来 民众看了春暮结合 日本人今年首日到神社参拜 却吓得魂飞破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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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半岛知名的汽锅大社木造建筑 直直作响民众惊吻畏地在空地避难 另一个位在富山县的神社则是被震到自动敲响终身 定了让人浑身发毛 发生在下午四点多的大地震 连开车都超有感 感受车身和周围的号制灯 全都晃不停 其余感受地牛翻身的还有长野线 当时台湾游客正在当地度假 直接积雪被震到坠下来 这次石川县大地震 不只导致道路柔长寸断 还引发311以来首次的大海啸警报 就怕惨况重演 能得漫岛居民一听见广播 就拔腿狂奔往高处避难 从这个位置也能看见 不断有大浪往上冲 民众越看越着急 重复对底下民众大喊快逃 当地海啸直到隔天的清晨10点才完全解除 和島では震度6強を観測しました 河合町の本町です 建物火災が起きています 非常に大きな けれども足元に注意しながら 高い場所に避難してください そして和島市内 河合町本町で現在火災が起きています 除了海啸石川縣輪倒早逝 发生严重火災 高達上百栋建築陷入火海 大火一路燒到隔天清晨才被撲滅 全てが真っ黒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由于震央地区死傷还在攀升 日本政府計画组成1万人的联合特遣部隊 前往救災 却发现道路中断挺近有難度 因此部分救援改由海路前進 另外日本强政还差点 釀成河危機 位在石川縣的志赫核能发電廠 以及新系的伯奇异雨核電廠 发生冷却水溢出 幸好周边辐射值暂时没有异常 除了要注意可能的余震发生 石川縣境内有超过4万多户停电 其中株州市长表示 境内9层房屋至少千栋全毁 还有人在地上排出SOS求救讯息 各种物资仍然相当短缺 片新闻 宋普导 那究竟为什么地震会发生呢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 地下水上升之后进入断层 让断层变得湿滑 一般来说地下水累积的高度 上升到10到15公里 就可能会导致地震 2024元旦午夜刚过 日本人还沉浸在新年快乐中 万万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 瑞士规模7.6强震 不止撼动石川縣 大半个日本都感受到摇晃 这是日本人最不想要的新年礼物 更让人余悸有存的是 正央附近的南丹半岛 其实去年当地就发生过 规模6以上的地震 这次地震之后 不少日本专家直呼不意外 因为南丹半岛在2020年以来 就观察到地壳变动 而且频繁出现小规模的地震 也就是所谓的群震现象 所谓群震就是一个 小的地震发生的时候 一整群出来 它没有明显的大的地震 那刚好就是 这些地震群出现的位置 跟他们观测地壳变形的 这个时间是有关联的 可是这地震群 它不见得是后面 会有比较大的地震 随着群震范围不但扩大 不少专家就纷纷提出警告 可能会有大地震发生 而这次地震的实际成因 很可能跟地下水有关 是有地壳变形 根据日本专家推测 这次地震发生在逆断层段 附近板块常年隐磨时 把海水带入了地底 地下水深20至30公里 但是近来观察到高温的地下水 不断上升入侵沿盘 在10公里跟15公里处 就是断层所在 使得断层容易滑动 而且水平扩散的范围非常广 附近有多达10条的活动断层 水上来的时候 一方面会造成汶泉 但是一方面也可能会挤压 造成地震的活动 能能半岛就是因为 有丰沛的温泉资源 才成为观光胜地 没有想到地下水 可能会引发地震 然而实际的因果机制 还有待厘清 另外一个原因 就指向了板块运动 日本位于四大板块的交界带 包括欧亚 北美 太平洋 跟菲律宾海板块 这次镇央能能半岛附近 就是欧亚跟北美板块的 引墨带 地震的威力甚至大到 让石川县轮岛市 往西位移了1.3公尺 近海地震最让人担心的 就是311的海啸噩梦重演 正后一度发布 最严重的大海啸警报 整个日本西海岸 从北海道到九州 都在海啸警报范围内 但是相较于311地震 发生在太平洋 这次的镇央日本海不够宽广 周围都是陆地 一旦引发海啸 没有空间缓冲 虽然目前只有观察到 120公分的大浪 但是专家警告 后续还有可能大规模余震 不过距离台湾比较远 又有地形上的屏障 对台湾的影响很有限 提供宣布导 不过地震发生 当下您会怎么做呢 日本的研究显示 大部分的人都会盯着手机看 只有1成5的受访者 会确认周围有没有危险物品 端下来保护自己 放油望去只有一片废墟 房子一整排倒在地上 当地民众拿着手机 一边记录症候灾情 一边高喊谁赶快来救救人 日本石川县发生 瑞士规模7.6强震 不知引起海啸 前台湾中央气象局 地震中心主任指出 这次地震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125颗广岛原子弹 不过还好相较于历年 引发大海啸的地震来说 死亡人数却没有想象中的多 根据日本气象厅 和法新社的统计显示 当年日本311大地震 有超过1.9万人罹难 2004年引发南亚海啸的 印度洋大地震 酿成超过22万人死亡 巴布亚牛济内亚强震 菲律宾强震 以及智利大地震 通通都造成超过上千人罹难 为何这次石川县 反而多数逃过一劫呢 因为日本的防灾教育 做得非常彻底 为了纪念百年前关东大地震 日本政府将9月1号定为防灾日 首相岸田文雄和内阁大臣 在去年的这一天来到首相关底 从上到下进行综合防灾演练 模拟阵阳在东京23区 规模7.3的首都直下行地震 关底设置紧急灾害对策本部 岸田也模拟灾后全国记者会 一切都为最坏的情况预先准备 日本人也从311大地震中学到了教训 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 日本对建筑物的抗震意识 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有纺织业者将百年传产技术 转化为建筑抗震使用 这间公司将碳纤维编织成 弦一根根的绑定在建筑物上 当地震来袭建筑物往一边倾斜时 另一边的旋就会拉住它 固定住建筑物本体 东京的晴空塔内 也有类似台北101阻尼器的抗震武器 不止如此日本还融入太空科技来防范天灾 丝大户2 It's Daichi-2 satellite swept across the island building up a picture of the damage using a special radar it checks on land deformities, vegetation and the health of forests around the world in all weather conditions day and night 从这些映像中,我们认为很多大地区被冒险被冒险 这是日本政府政府的非常用适 它帮助政府控告香港人的危险 并预告避免疫苗 身处全球地震最频繁的地区 日本人也随时保持防灾议事 冲绳的电力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海啸防灾演练 200多名员工模拟规模5以上的地震 30分钟海啸就要来袭的防灾SOP 以及训练员工如何在断电后快速恢复工电 小学生也亲自体验如何使用紧急饮用水水袋 在紧急状况下学习如何生存 日本从上到下对天灾随时来袭都不敢马虎 就是为了防范311大海啸灾难再度重演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